奇葩男子与妹妹乱伦 整排女友节目上直接开寺 图类都完全看不下去 他们两个人之间太过于亲密了 不是兄妹之间那种 简单的关系你知道吗 两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故事就是事故 还明显现在就是一场事 经了解中得知 今年21岁的小超 拥有一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和女友晶晶相恋一年 在这一年里 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可就在不久前 男友妹妹的出现 让晶晶根本无法接受 他不明白男友的妹妹 为何要想方设法要拆散两人 特别是晶晶 他不明白妹妹 为何屡次插足他们的感情 会一再而三地进行阻碍 这个有点好荒唐的 怎么妹妹还会成为了 两个人恋爱的障碍了呢 原来自从小超生父去世以后 小超就和妈妈与继父重走了家庭 而继父这边 又因为四年前的一次意外去世了 只留下了比小超只小一岁 且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妹妹 于是哥哥妹妹两人 这十几年来关系都特别好 甚至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范畴 他们两个人之间太过于亲密了 不是兄妹之间那种简单的关系 你知道吗 晶晶还表示 妹妹每次都会阻碍两人的约会 就算是约会 妹妹还必须得跟着 不仅如此 如果两人偷偷出去约会了 妹妹就会不停地打电话来查岗 比自己查岗男友还要紧 这让晶晶根本不能理解 她不明白 这究竟是自己的男友还是妹妹的男友 我们过马路 我男朋友都没有牵着我 她必须得挽着她胳膊断 她衣补她才能过马路 或者是我们好不容易想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她妹妹就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 就是各种借口 各种理由 必须得让她回去陪她 不难看出 妹妹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两人的感情 可男友却不以为然 她还把一切过错都推卸到女友身上 她认为这是女友的不懂事 在她却把安全感的时候 我适当地照顾她 我也觉得做完全没错 我觉得很正常 话音刚落晶晶就表示 刚和男友交往时 故意说是以朋友身份去家里吃饭 妹妹的态度可以说是以上宾来接待自己 可当后面以女友身份再次到家时 妹妹的态度却突然性情大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还把我拉到一边去 跟我说什么 她哥哥以前有多么多么花心 我觉得我无法理解这种关系 我觉得很不可理喻 显然 妹妹就是希望晶晶原地跟哥哥分手 她不容得自己的哥哥眼里 有任何女人的存在 二十岁的妹妹做出如此行为 属实有点说不过去 而随后 晶晶还表示有一次让男友教自己游泳 还故意不让妹妹知道 可没想到妹妹又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 早就换上了性感的泳装 还必须让哥哥亲自来教自己游泳 那一整天都是在教她妹妹游泳 根本连跟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真的太过分 面对女友的说法 小超回答的斩钉截铁 他认为教妹妹游泳 没有任何一点过错 不仅如此 他同时认为和妹妹有肢体接触 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使女友自己想太多了 什么叫接触 那根本就是搂搂搂搂的 就在这时 主持人突然对晶晶问出关键问题 你是否有跟男友说过 以后都不要跟妹妹走得如此之近呢 晶晶说出了答案 他跟他妹妹说 但是他从来答应得好好的 但是他跟他妹妹说话的时候都是 就是那声音温柔的 甜得可以滴出蜜来你知道吗 我觉得要不要这么恶心 在我亲爱我觉得很过分 他对我的妹妹那么温柔 他对他妹妹干什么那么温柔 面对女友说出的事实 小超也无话可说 随后他便不断地在找借口 甚至以此来转移话题 表示妹妹从小无父无母 自己照顾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这个关系是比较复杂 不是我亲妹妹 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不是亲妹妹还各种肌肤之亲 走得如此之近 这属实说不过去 随后晶晶还表示 就在自己生日当天 所有朋友为了让自己和男友过二人世界 故意都不去掺和打奖 可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个妹妹出来 于是男友竟不顾晶晶的任何感受 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了电影院 结果我们两个看电影 看一半她又出现了 出现了她算不舒服 你就把我一个人抛在那里 然后你就带她回家了 你看我心里怎么想啊 看到女友这么委屈 可小超却不以为然 还认为妹妹来找自己 自己不可能不管不顾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不管任何时候 她妹妹总得想方设法地 插在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真的觉得她妹妹 她对人品就是有问题 什么叫人品有问题 就是人品有问题 原以为小超会安抚女友激动的情绪 然而没想到的是 小超竟认为女友这是在污蔑自己的妹妹 他认为自己的妹妹 根本就不会做出这些行为 还认为女友这是不对自己的妹妹好 可是他怎么对我 为什么他对我那样 他身世现在这么可怜 你作为我女朋友 你是他嫂子 为他多想一点 为我们这个家庭多想一点 好家伙 从来没叫过 都是听说婆媳大战 而从来都没听过姑嫂大战 妹妹有没有死心 那懂得都懂 随后晶晶还表示那次亲自下厨 给男友做了一顿爱心晚饭 没想到妹妹竟在妈妈面前宣称 这是自己做的饭 还是特别为哥哥做的爱心晚饭 这直接把晶晶给气坏了 他不明白妹妹为何要做出这种婊子行为 而主持人也把事情给听明白了 就是要让你在妹妹和女朋友之间选择一个 你选择谁 必须选择吗 必须选择呀 为了以后常给 我想跟我女朋友走在一起 因为以后我妈肯定会照顾的 我妹妹照顾的很好 面对男友的说法 晶晶认为自己已经多次让男友说清楚 可换来的却是冷眼相待 根本就没有说过 而自己却有始至终都在尝试着接受和包容 只是没想到妹妹却死不悔改 可就在这时 主持人突然问道 你希望男友怎么说清楚呢 我希望他们两人之间不要再那么亲密 然后保持一点距离 可是他妹妹很做错你知道吗 他动了我东西 我随便说了他两句 结果他跟他妈妈就是去告状 明明衣服是男友送给自己的 所以晶晶倍感珍惜 可妹妹这边不单只告状 还四处说自己小姐 甚至还天天去说晶晶兄的 只能说妹妹真的是个绿茶 为什么他要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呢 他当着你们的面 当着你妈的面 他是怎么说我的 他解决前解决后的 有多亲密啊 可是一转过身 他给我大呼小叫 没有一点应有的尊重 没想到此时的小超还认为这一切都是女友的过错 还一直在给妹妹找借口 这是连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他有对的地方吗 我听来听去他都不对 可能在他的立场上 他觉得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可能是走得比较近 而且 你觉得近了吗 我觉得还行 虽说小超这样认为 但主持人一直听下来 也明白实际上两人已经是走得太近了 只是小超自己不觉得而已 而小超还信誓旦旦反驳 认为保护妹妹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得不说 小超就是没有把这层关系处理好 就拿我身边的朋友来说 妹妹基本上13岁发誉以来 就会有意识的和亲妹妹保持距离 毕竟男女受受不亲 更何况小超没有血缘的妹妹 已经20岁成年人了 换老一辈早就已经是为人母亲了 我基本听明白了 就是你妹永远正确 她是永远错误 这样的宠妹狂魔 中立的主持人也确实看不下去了 说到这 晶晶也是十分委屈 她表示 当初男友给自己送的那条项链 连自己都不舍得取代 没想到妹妹不单只把自己的所有东西占为己有 随意挪用 还把那条自己都不舍得戴的项链 直接戴在脖子上 晶晶也非常包容 希望妹妹以后就不要再呆了 因为这个东西对自己真的太重要了 结果 在那天 在分手上 你竟然说了一句 不就一台项链吗 你说我送给她 我真的没那么大东西 到底是那台项链不重要 还是我不重要 妹妹百般欺负晶晶 这是摆上钉钉的事情 可没想到的是 小超却认为晶晶那天 当着妈妈的面这样数落妹妹 完全就是不懂事的行为 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里面 那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那好 你先处理好你自己的问题 再开始恋爱 我以为他们会相处得很好 生活不是那样的兄弟 生活不是那样的 显然连主持人都认为千错万错 其实都是小超的错 使他不懂得处理孤嫂关系 他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而随后主持人现场放了妹妹的一段录音 显然妹妹确实也像晶晶说的一样 他根本看不得自己和男友的恩爱 他的种种行为就是在拆散他们 从晶晶口中得知 妹妹就是传说中的绿茶表 这是摆上钉钉的事情 而就在这时 主持人突然问出最关键问题 没有血扬关系的妹妹和女朋友 你选谁 既然小超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么嘉宾老师们这边又是怎么看的呢 一上来 马丁老师就告诉小超 让他一定要让自己妹妹明白 以后自己是有家庭的人 而哥哥和妹妹的关系 永远都得有一个底线 而不是这种模糊不清的关系 在你的爱人看来就是天大的冤屈 你不把我说的底线处理好 你这个感情就无法继续 然后姑娘呢 我给你出个馊主意吧 跟她成为闺蜜 哪怕她一开始不接受你 了解她 并且帮她找个男朋友 这扣可能就解开了 而紧接着另外曲伟老师表示 妹妹整天折腾你们两个 是故意吸引注意力的 不仅如此 妹妹还各种掺和当店灯泡 还各种妒忌心 这所有的毛病都体现在了妹妹一个人身上 正常的妹妹 当嫂子出现的时候 她一定会有一定的失落感 甚至于挑剔 但是她绝不会破坏 而现在你妹妹就做 破坏你们俩感情的事了 曲伟老师认为 想要真正对妹妹爱 就应该让她独立 让她以后的生活变得更好 而不是二十多岁了 还整天黏着哥哥 还耍各种手段 去拆散哥哥的感情 而坐在一旁的徒雷老师 从他们上台到现在 只看到没有尊重和绑架 很显然你的妹妹绑架了你 你又绑架了你的女朋友 我们所指的尊重 是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她的独立的意识 包括她的成长 她的思维方式 很显然你过于的溺爱自己的妹妹 就没有尊重她的成长 徒雷老师也顺便告诉天下的所有父母 看似都在宠爱着自己的宝贝孩子 但从来都没有尊重过他们的成长 嘴上口口声声说着是为你好 其实就是各种道德绑架 这是极其不尊重孩子意愿 你每一句话跟她说的就是 这是我的妹妹 这是我们的晚辈 我们应该怎么 我对她这样 你理所应当也应该这样 凭什么 长兄为父 无父无母的妹妹 其实不仅把她当做了哥哥 更多的是妹妹成长以来 都没有感受过父爱 而另一边 小超就是自始至终 都在用这种道德绑架女友 还有对妹妹的所有处理方式 就是给女友最大的绑架 爱一个人 首先要尊重她的成长空间 你的肆意代劳只会害了她 还有自己的原则底线 两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故事就是事故 还明显现在就是一场事 图蕾老师明确告诉小超 亲人和女朋友之间 一定要有个度 你还得要在从中处理好 这种复杂的关系 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爱 始终还是要记住 核心问题 不要去绑架一个人 要尊重一个人 不要溺爱一个人 所有嘉宾老师 都给了男孩各种意见和建议 那么小超这边 又会有什么话要跟女友说呢 亲爱的 我可能在有些方面处理的 不够为你着想 不够周到 但是我也请你相信我 我是爱你的 不难看出 小超还是深爱着女友的 他只是年纪甚小 有时候连他自己都搞不懂 爱情和亲情之间该如何处理 他也承诺了回去 以后一定会和妹妹 说清楚这件事的 真的能跟他说清楚 然后 既然这样 小超也做出了诚恳的道歉 也承诺女友这是一定会做得的 那么主持人就让小超 立马当着全国电视机观众面前 和妹妹把所有事都说清楚 虽然我们没有选人关系 但是我一直带你是亲妹妹的一种关系 所以 如果你对我有 那种不是 妹妹对哥哥的一种依赖感的话 我们还是 保持点距离 眼看男孩也并没有撒谎 大家的心也就定了下来 那么 两人这段坎坷的爱情 又是否能延续下去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三 二 一 请拍门 事已至此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两个相爱的人都重新回到了舞台 我们给他们送上祝福 接下来 就是来到我们最浪漫的求婚仪式了 过去 男孩并不是没有爱着女孩 只是他在这个懵懂的年纪 和这种不完整的家庭 不懂得处理而已 他最后的表现 我们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顺便给他们送上祝福 那么 大家又是怎么看待妹妹的这种行为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